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高考报专业的时候比较阴错阳差的就考到了南开大学法律专业 没有特别的说是想读法律 法律其实跟医学是一样的 医学解决的是人身体上的痛苦 我们法律人就认为我们解决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就是我们解决的是dispute between people 其实我当时也有收到美国top 14的这个law school的offer 但只不过它是一个LLM的offer 然后事实上来说是我同学也确实是绝大部分都选择了去英美来读书 但是我当时的考虑就是因为英美法嘛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jurisdiction 它是common law 而LLM说实话只有9个月嘛 它的时间非常的短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我担心就是觉得不够comprehensive 也不够就是不够solid这种感觉 所以我当时就选择来西西大学读JD 然后而且我觉得西西大学读JD有一个很好的就是 是因为它可以承认我本科的学分 所以我相当于有七门科是不用修的 而且我个人的感觉是因为我当时了解到 就是澳洲的JD读完之后是在英国法系的国家是都认可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香港比如说新加坡这些都会给你敞开一个大门的感觉 有预期啊当然有预期 因为我有朋友有同学 他们之前在美国读LM的时候也是很累 可是我没有想到来这边会这么累 包括我现在的同学也有在美国读过LM之后再过来读JD的同学 他们也表示说这一面的JD读起来感觉是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正常就是比如说以我第二年的第二学期 我那学期就心非常的近 然后就就是每天都会去LM学习学习这样子 我不会说节泽而鱼嘛 就每天学得特别晚 不会了 我就会保证那一学期每天都是比如说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到LM学习 但是我会保证比如说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 我会把手机收起来 我会保证非常focus地学两个小时 然后我中间会回家吃个饭 然后午休一下 然后回来 回来之后呢会保证一直学到比如说晚上九点钟这样子 但是我会保证每 只要每一个小时都会非常认真的在学业上 我觉得值因为这样说吧 就我来的时候真的是读也不行 写也不行 就各方面真的差距非常大 举个例子来说 我可能读一个judgment一晚上就过去了 在第二年的最后一个学期 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开窍了 就是阅读速度也上来了 然后理解也深入了 同时也知道终于明白这个这个就是common law 这个jurisdiction 它到底是怎么operate的 其实通过每天去jimmy 也是一个是身心的休息吧 再有一个就是读JD是一个时间非常长 而且是非常耗人经历的一个学位 所以锻炼身体真的很重要 我确实在职业规划上 这块是很有欠缺的 就是不管是在找实习还是找工作上 而且加上我本科的经历都是在research领域 所以真正的工作经验其实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在读JD开始的时候 其实对这个职业规划 什么时候做clarkships 什么时候升graduate program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给自己的简历上多增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就是融入到这个社会的感觉 会对这个整体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以后还是想从事法律 毕竟已经从事法律这么多年 毕竟已经学法律将近七年了嘛 所以以后还是比较想从事法律这块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 可能想做copery方面的东西 欢迎大家来悉尼大学法学院 欢迎大家来澳洲 欢迎大家订阅